兵役时间一言再言的防弹少年团 是否去当兵的问题一直备受关注 尤其搜索公司先前不断打太极的态度 被认为是根本就不想送防弹去当兵 引发许多人不满 尤其大哥靖元英在去年入伍 已经因为兵役法修改后获得了一年延迟 今年就要面临最后入伍实现 却迟迟没有动静 不过就在17日 HIP娱乐吴玉景发出声明表示 竟将在10月底取消暂缓入伍的申请 会遵守相关程序入伍 其他成员之后也会陆续跟上 事实上这段时间一直由 和成员们讨论当兵的具体规划 认为在世博宣传演唱会之后 公布是最好的时间点 也希望在2025年 防弹少年团能以完全替回归乐坛 不过公悉也坦言 目前还不能确切给出准确时间点 望粉丝们都能谅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